来的点点滴滴将会成为历史上重要的一环 中原院的学者出动了3D扫描仪器 到议场里面去采集了史料 包括了海报 包括了装置艺术的位置 连厕所垃圾桶 还有阻挡警方攻坚的椅子山 通通都要记录下来 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还原历史的时候 能有个依据 退场倒数 学生赶攻拆除围墙上的标语 这些都是学运珍贵记录 尽可能就是手工 它是比较有读一读的性 其实我们主要是收集给那些 给那些中原院 因为中原院他们希望 能够当作是一个 一个史料来去记录这一次的时间 不仅场外忙着收集文物 学生坚守的堡垒国会议场 更是抢救重点 中原院学者8号晚间进入议场 观察场内空间摆设 造策列清单 委托科技业者出动两三台3D雷射扫描机 在场内360度环景摄影 并把每项物品的方位 尺寸1比1记录下来 他们堆起来的那个椅子 椅子山 那我们就把椅子山整个 就是把它数位 就是3D的一个数位下来 一路现在空间中的 所有的摆放东西的位置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为了史料保存 一点痕迹都不放过 一场内的海报 装置艺术会议文件 加一加约三四百件 连洗手间垃圾桶 都是学运生活的一环 利用3D扫描技术 将学生在一场中的足迹 数位化 提供一个现场还原的 一个现场资料 那就是以后 就是这些资料 如果在做历史还原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明确的资料 来讨论 太阳花学运仰赖科技 在群众间快速传播 现在学运也要靠高科技 记录保存 记者陈旭 李鸿杰 王佑正 少日敏 台北采访报道